从后一摄日到姐夫跨日 不知道是三个恐牛龙的脑洞太大 还是触及到郭德纲 于谦的知识盲区 这场八马卦愣是把于谦气到直接表示 做一瓶异己之力 把相声这门艺术 干成高维职业的孔云龙 再等于社里出了名的混不吝 就连师傅郭德纲都盖出认证过 因为这个孔云龙他混不吝 你知道吗 他管你是谁啊 对不对 三哥才不管你是谁 只要在相声舞台上 就没有他不敢说的包袱 有一天我骑着摩托回家 路边上停着一辆下列车 后座上 坐俩人 有个男的抽烟烫头 边上就是那吃炸面的女大 于大认出我来了 出我白手 那意思让我走 你以为是 理会错了 我以为他让我过去呢 我一走时 砰一下子就撞上了 我让你过来 没让你进来 何瞻 孔云龙之所以起摩托撞下列 完全是因为看见了于大爷 不仅赶在台上调侃前大爷 去年天津分社开业 在返场环节的舞台上 三哥还当着师傅的面 给大家来的段 急性喊迈 看着郭德纲 稍稍后退了两步 多少是有点害怕的情绪在里面 毕竟郭老师也不知道 孔云龙能表演什么新花样 你说说 师傅在场都镇不住他 等于是能管住孔云龙的 怕是只有师娘了吧 三哥都在相声舞台上 带头豪横了 作为前搭档的华云平 怎么着也得紧跟脚步 虽说华云平留给我们的印象 一直都是严肃的一面 但事哥确实是没想到 参加了团宗之后的华云平 能迅速打破我们对他的认知 还得是副总啊 敢在师傅面前端架子 那也确实是不能怪师傅推他了 不过这副总的架子 华云平可不止在郭老师面前端过 和钱大爷同台演出的时候 华云平也是完美的拿捏余签 敢拿赏眼说事 还差点暴露 前走银行卡号 你说说钱大爷怎么可能不怕呢 毕竟家里大大小小的马局 还指着自己挣钱养呢 刚逃过华云平的杂卦 于谦于大爷也是没想到 自己转身就为张和伦暗倒在地 好好一场八马挂愣是为张和伦演成大五行 虽然说每年的八马挂都有这一环节 但张和伦这场格外的凶 宇言凶动作也凶 这场演完 于谦怕事都要留下心理阴影 毕竟谁家八马挂能真把捧根按在地上摩擦呀 不过 看着豆根是张和伦 谁给我也能稍微理解一二 毕竟 在德云社里张和伦可是有着焚王的美称 一首自己改编的小曲 从调侃郭老师到调侃于谦 就没有张和伦不敢得罪的人 最后这位便是德云一哥了 都说月云鹏是郭德纲的宠徒 但这宠徒扎起心来也确实是疼 去年跨年转场中 月云鹏和师父大爷一起演出 胆大的月月就在台上放肆了一回 这摸头的动作看起来挺熟练 但月月这摸完就彻的脚步和学微颤抖的声音 还只暴露出月月害怕的心情 不过这场演出 月云放肆的可不止一次 别吵丢人不丢人这么多人 还有千观众 看你二位在这吵架 明天上了新闻有标题 郭德纲 于谦撕破沙皮脸 你当话 丢人不丢人 当话 撕破什么脸 撕破什么脸 沙皮脸 这个说话就像是你师父 他撕破我 对吗 敢拿沙皮狗和于谦对比 月云鹏这场演出多少是有点亏了 毕竟一下得罪两位长辈 这到了后台 多少得挨两下 不过等于社的这班徒弟们 赶在台上拿自家师傅师兄甩包服 也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快乐 你还知道等于社 有哪些角儿们够豪横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九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呗